剑云流年 情枝翩翩 闻逢望月舞动人间 少年心对灵弯故意 左右千山伴水朝起 江山举阵带回号提笔 离秋冬终归埋怨春风 那将来从万山中 山石锦鱼将流动 中山乌龙渡邪上 欲破巨浪成长风 江山向胸部相让 新生争夸天下庄 秦皇宫思义黄金 战起重重至今王 上 上 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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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帅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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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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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样啊 你赢了 我赢了 我赢了 来 哥哥 张伍 您赢了 恭喜朱四郎 来谈好酒 张五 你要娶亲了 那是 参见没 老子赢了 是吗 你等着 你等着 我去后院 给你拿谈好酒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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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着啊 张兄 看到了吗 昨儿四郎兄弟跟张五那小子 相夫的时候 让着他们 看出来没 别的就不说了啊 就你家朱四郎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那是相夫 张五那解续招 傻子都看得出来 他却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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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喝酒吧 来来来 这要是我论张五那小子 我摔他丢头呗 朱四郎不让他 他就是白给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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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来了 来来来来 再来一杯 人哪 把酒拿这儿来 这杯好善 再喝喝碗上 还给你 玉佩我已经当了 我现在就回家 把买的东西都退了 把剩下的钱全还给你 站住 什么意思啊 我张五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只有一身蛮力 但我还是聊汉子 这媳妇就当我不娶了 我穷她出去要饭 我也不需要你们的可怜 我帮你 不是因为可怜你 是因为你是我的总旗 若你当我是兄弟 就把他拿回去 若不当我是兄弟 就拿着他滚蛋 老子就当从来没见过你 和你 你干吗 是什么 你这是谁 救命啊 娘 你放开我娘 你们进去 闻人家 你让你回屋 娘 走 秦王府护勋百护张玉 参见王妃 殿下 今日观察上门 拿的是私道的大斗 张武是个老实人哪 话没理想讲两句就挨打了 刚刚有甚者他老娘跟娘子也挨打 走 走 走 给我打 放开我 娘 别人怕了 别人都没放过 别来 你还有一种方法了 给我打 打 这大人 什么人 你干什么去 娘 这 都解开 娘 娘 观察干吗要抓张武 他们上门来挣今年的睡粮 睡粮 张鸟可是军户 卢氏的嫁妆里还有三木薄天 官府征梁用的斗皆有定制 可今天官差上门时 拿的却是私质的大斗 大斗肉小斗戳 怕还不止这些吧 张武是个憨人 更明目与官斗的道理他懂 他们还调戏了张武的娘子 殿下走了多久了 有两盏茶的功夫了 两盏茶 娘 娘 你没事吧 娘 娘 娘 你伤哪了 我看看 大斗入小斗出 把斗拿过来 娘 你没事吧 娘 没事 没事 带上张武两口子 咱们去衙门 讨个公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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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起来 走 走 起来 来 扶好娘 扶好娘 四郎 跟我走 走 妙女 走 走 快点 这衙门 你不能去 快点 为何 你打的是县衙的官差 灭的是县令的面子 官官相护这么浅显的道理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 走了 你是说 县令 会袒护他的官差 那殿下以为会怎样 若真允了殿下所请 惩治了那般衙役 他这一年的考纪 怕算是完了 搞不好 怕是连这个七柄 县令的位置都保不住 殿下若是他又会怎么样 殿下岂不闻 破家县令 灭名令隐 这里是中都不是京师 殿下在这里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囤军百户 不是什么皇子亲王 王妃是说 我大明律 只是为了纠合百姓而设吧 人证物证俱灾 我倒要看看 谁敢殉私枉法 殿下 殿下 章语 秦王殿下在哪里 城北行宫 你跟着我干吗 我 去找铁炫 铁炫 就是你们从开封 带回来那个小和尚 他在城里等着 领给怀眼线的耕宁农具 眼下应该还在驿馆 还不快去 是 驾 驾 苏大人 明年的考季 放心吧 谢大人 大人 大人 何事 外面的闹事 苏执线 何事 回大人 不过是几个屯兵闹事 大人稍后 下官去去就来 我们要求执线大人 我们要求执线大人 执线大人跟我平礼 执线大人到 来 来了 堂下何人 屯军百户 朱四郎 你便是朱四郎 正是 把他们全都拿下 干什么 干什么 我 老公 好 好 好吧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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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吧 这不是我拿来的梁斗 聚众闹事 欧伤官差 朱四郎 你可知罪 你 尔等 要明完到底吗 说起来 你们也都算是本官治下的百姓 本乡本土 本官也不想太过为难 念你们是初犯 只要跟本官说实话 本官担保 只扮守恶 协从 不问 为吾 按 按说 是 是百户 是百户要带着我们来闹事的 刘阿四 刘阿四 谁离我们都归他我 刘阿四 你 是百户 谁就是他管我们 我们不敢不听他的 还有张武 对 还有张武 张武院是挺百户的 你们放屁 还原直线铁炫 求见苏大人 还原直线铁炫 求见苏大人 铁炫 苏大人 苏大人 此案另有眼睛 可千万不能着急下结论 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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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铁某说呀 苏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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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年 各县的农户 谋认军户的案子是越来越多了 像你这般处置 再过几年 怕是各县纳税的农户 都凑不齐了 大人 苏芝仙 下官在 国法黄黄 正为此备而设 你去处置 本府只有四个字 言成不黛 是 首范朱四郎 张武 家号下狱 听后发落 张七卢氏 交凤阳府 官府发卖 高官 放开我 放开我 高官 退堂 秦王殿下到 晋王殿下到 晋王殿下的这个护卫和闹市的百户 他们两个是旧使人 他本人呢 又是我二嫂的家丁出身 在墓中 撞到了秦王殿下这里 就算是我们兄弟 也不能不给这个面子 怎么样 樊大人 放人吧 殿下 这人证 物证俱在 樊大人 在 我问你啊 这里 是否还是中都 自然是 自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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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朱家的龙兴之地 二哥 咱们兄弟说话都没人听的 是 是 是 殿下 下官 这就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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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恭送二位殿下 且慢 天知君 你要干什么 我 秦王殿下 依我大名礼法 秦王殿下乃兄长 礼宁等秦王殿下 先行上 不碍事 不就先上个马吧 碍事 此为礼法 更为法制 秦王殿下 请上马 秦王殿下 请上马 秦王殿下 请上马 还有一句话要说 以私情而会法度 大明若长此遗忘 迟早大获将至 下官衙门内还有一些俗误 先行告辞 当初大闹大本堂的本事上哪儿去了 就这么被人捆着呀 你不用说是燕王 你就说是秦王府的护卫 我看谁敢动你 好在老四没吐口 疼吗 你这脑子里想什么呢 爹和大哥让你前来凤阳 就是让你看看图结他们是怎么处置 这个清贵不法案的 你呢 哄出这么大事来 我看你怎么和爹和大哥交代 老三 你什么意思啊 四弟来凤阳不是受罚呀 那马踏青苗的事呢 假的 二哥 三哥 那这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你等会儿 打明起你就是晋王府的亲卫败户了 看什么呀 捅这种大事总得有人给你弥缝吧 谢谢殿下 殿下是不是在赏小的一份钱来 来来来来 给给给给给 先晾起来 先晾起来 滚 我告诉你啊 老四这个脾气都是你们惯的 行工 行工 嗯 知道了 老爷 下去 原来如此 朱四郎 朱四郎 四皇子 师妹 燕王殿下 你怎么不住行工里头 浸王殿下说 标下是降降 你有支笔吗 屋里有 是 师妹兄 套着了 殿下留步 有几句话 标下不知当降不当降 师妹请讲 在去南京的时候 殿下一直向标下打听齐网的事 有些话 现在可以告诉殿下了 齐王之所以可以纵横大漠 纵然面对的是大明的十倍军力 百倍军需 优能屹立不倒 所异凭的就是两件事 其一是从不浓越牧民 其二便是爱抚失足 所以 无论大王在战场上被击败过多少次 只要他重新挥起大击 草原上依然会应者如云 不要怪罪你的士兵 那是他们的父母官 他们的家人都在这里 所以 在殿下和亲人之间 他们只能那么选 但殿下却还有其他的选择 殿下 王妃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在凤阳能有几个熟人 除了这儿你还能去哪儿 是你让张爷去找铁线的 是 为何 兼听责民 那是我爹还有我大哥 出了皇城 父皇便只是天子 大哥便只是太子 至于殿下便只是陛下 和太子殿下的臣子 臣妾对殿下说过 这里是中都 不是京师 曾母于强的故事 殿下没有听说过吗 以曾子之嫌 母子相知之声 旁人说了三次曾曾杀人 曾母便信了 进于强而从 殿下带陛下 带太子殿下 自然是一片京城 可殿下也要让陛下和太子殿下 知道殿下的一片金仇才好 总有些话 是要让旁人 去为殿下说的 本王刚从北平回来的时候 就听到好多人跟本王说 王妃是如何处置公侯们送来的贺礼的 那时候我就想 将来我要娶的这个女人 是多有心机啊 那本王怎么对付得了呢 你 你杀我 某海清夫了 某海清夫了 你下张是什么 中文还在后面吗 王妃 陈 耳朵龙 什么都听不到 你看看你全都是些什么人 藏进过的余味 王妃说的是 本王受教 王妃 能娶到王妃 是本王几辈子修来的福本 本王在此对天启示 日后无论王妃说什么 本王都行 你 你 走了 来了 殿下 陈现在耳朵不拢了 赶紧走吧 四郎 四郎 大人 大人 张五 在 让他们拿着兵器 跟我去教场 让我见识见识 他们的本事 是 是 来 再来 你来了 再来 你们这位燕王殿下 不过十七八岁年间 却俨然有名将之风啊 这对你们草原汉子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吧 那又如何 齐王不止一次说过 他平生三变之一啊 便是与你们的魏国公 八九一醉 草原上的汉子 怕的就是 喝不到醉裂的酒 追不上最美的姑娘 遇不到最好的对手 好一个遇不到最好的对手啊 我的规矩 打架 就要找拳头最硬 再来 这样才算汉子嘛 来 比试比试 比试比试 好 走 父皇 这是老四 还有铁炫的奏报 循私枉法 贪赃纳慧 这天下 刚刚安定几年呢 便已疲态尽险 你是当国的太子 有苦水啊 自己咽下 有难题找你的大臣想办法去 少来凡朕 没有 比试了 这么多 可不可以 热 尽快 这些是 不错 你 你 就 来 殿下 殿下 怎么了 苏谢灵死了 死了 是 你哪儿来的消息啊 铁血 夺战拨给君户的无主天母 这胆子也太大了啊 其身不正 何以证人 他自己变这般形式 他如何约束手底下的人 此时幸好是遇到了燕王殿下 若不是 还真不知道他能胡为到几时 李兄 请 请 陛下已有明诏 惶惶天险 他们竟然丝毫不放在眼里 到底是这苏宾黑了心肠 还是这个官场 本身就是个大染缸 任何人进得去 都不能得到一丝清明 殿下说的这个题目太大 下官打不上来 但下官只知道 这立志 是一篇绝大的文章 自秦翰以来 历朝的衰败 怕是都要落在这两个字上面 丞相 臣在 估计的 这个苏宾 到了凤阳之后 这几年的考纪都是卓翼的 这么个年年卓翼的能源 却是个贪官 丞相 姑就不明白了 依大名律 官员受财王法 八十贯则巧 坚守自盗 满四十贯基础斩刑 陛下御下之言 为历朝所警戒 纵是如此 也压不住一时的贪念吗 殿下 臣昨日接到户部的奏报 今年开春的第一批粮食十万代 已经运到北平了 有了这批粮草 魏国公曹国公 就可解燃眉之急呀 在第二批第三批粮草到了北平以后 我大军便有余力直指大漠 臣不按军事 但也略知一二 这批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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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魏国公之下 但以我大明的国力 远非是 北原所能及呀 他虽然占了些便宜去 只是 我朝廷一时 这批粮草 立所不待 臣敢断言 不出一年顶多两年 北县必有大劫 军事上如此 政务上已是如此 有些事情朝廷不是不做 而是腾不住时间来 现在西边北边一直在打仗 朝廷实在是分身乏术啊 分身乏术 是 殿下 臣斗胆 立志这篇文章做得太大了 明有所不见 从有所不闻 举大德奢小过 乃明察求毫至中和 天地未焉万无欲焉 乃明事之道 水至清则无余 人至查则无图 臣 想为陛下和殿下谋划的 正是长治久安之策呀 是 旅上书府上 是 这就是丞相给孤寻的 长治久安之法 正是 就凭这 是 殿下 赵宋礼敬士大夫数百年 公宗降于临安 闻山东江拥幼主而不降 崖山兵败国灭之时 数万军民宁倒海而不染山星啊 陛下以为国之根本是民 臣不敢忘义 士大夫 读书人 这才是国之根本哪 殿下 天子 应与百姓共见天下呀 是 开课取试 父皇 大明开国以来 只有洪武四年才开过一次科举 之后便是查局 征庇 官员既是由其他官员来推荐 那他们自然只对自己的恩主 感激涕零 眼下的形势 要改变官场的习气 唯一的办法 就是开课取试 洪武四年电视曲中的进士 集贯几额 那次电视曲试一百二十 其中有四十一个江浙人 也就是说呀 朕的那些天子门生里 每三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江浙人 你的心思是好的 开课取试 广大天下英才入国构中 可是你想过没有 北方啊 九阳山兴 南方 尤其是江浙 虽也屡遭战火 却仍是人文汇水之地 可我大明朝的官员 却不能只出自一个省啊 你自己想想 是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好啊 还是举朝上下 一起抱团的大圈子好啊 一句话 文教未兴之前 朕不会再开课取试 大捷 会国公北平大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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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捷 打个竹 大捷 大捷 楽 欢乐 大捷 大捷 请殿下拜 拜拜 这大明朝真正会众帝的皇帝啊 怕就是朕一个了 父皇 亲身公羹所养不过一家一姓 天子当养天下 又给你老子调书带 父皇 此番北县大劫 守宫自然是魏国公和表哥的 可胡威庸所献开宗之法 一宫不可没 你说反了 汉出三劫萧何举手 安抚百姓供给军粮 有时候以运筹帷幄还难 此次北县大劫 胡威庸才是守宫 是 父皇 既已论宫还需刑场 你有什么想头啊 尔臣以为 只已能认 胡威庸之功 可敬中书左相 胡威庸 胡威庸近位左相 又丞相的位置 便又空得出了 而臣以为 父皇可另则贤能 或者干脆 召回刘姬 哪有那么麻烦呀 让胡威庸近位左相 不就是了 父皇的意思是 中书独相 是 父皇 西年随闻始至三省六部 以尚书令权柄太重 顾景卫荣贤而不轻瘦 乃分权于左右蒲叶 那你怎么不跟朕说 汉管武初至尚书台 尚书令 虽制至两千代 人为别人权重 该以小相至大相义 你老子也读过书的 你老子也读过书的 这个年头更久 父皇 还是不放心胡威庸 他是个难得的聪明人 可朕还想再看看 他到底能聪明到什么地步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端奎之职 宗礼百思 任妄思众 劝贤幽济 忠书又丞相胡为忧 十亮宏远 神情景发 道兆尽身 才资文武 尊祖之策 殿段风池 干戈所指 云霄勿彻 积身之礼弥住 忠义之节已章 思故立得左时 降临府阙 一目一章 允离树正 可忠书左丞相 散观如前 恭喜胡大人 承认忠书左丞相 恭喜胡大人 升任忠书左丞相 恭喜啊 拜见胡大人 恭喜恭喜 让我们先讲胡大人 恭喜恭喜 各位大人 我家相爷有几句话 卓小人交代给各位 这是这是胡大人 这是 各位大人若是为公事而来 这是私底不谈公事 若是为私事而来 宰相 无私事 各位大人 若是亲朋故郊登门造访 带了礼物来的 一律登记造册 待府中管事计算清楚了 以等值的银钱回礼 我家老爷说 这祸从贪起 念犹新生 他只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宰相 还望各位大人成全 这是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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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人 请回吧 胡相 好好好 言而有信 胡相 冯大哥说了 我们兄弟啊 都记着胡相的好 胡相好 各位抢一会儿 胡相好 你太小心了 不就是当年的简教吗 咱家里也有 可他们从来都进不了咱的中门 简教的统领是杨县 他们的首闹 你可知道 是何人 把冯大哥 把这个拿回去 把这个拿回去 再替本乡 转告宋国公 过几日 本乡还要消消地得罪一下 这个 你带回去 不行 不行 小心使得万年船哪 不试抬举 侯爷 回面去 胡相 宋国公那里 昨日我承诺他们的 该给他们的都给了他们 宋国公是一个聪明之人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他心里有数 对了 刚想起来 要恭喜胡相了 喜从何来 胡相禁卫左相 忠书首相 乃权柄独长 难道 不是可喜可贺之事吗 土大人哪 你现在是 独长兰台 纠合百官 本相问你 你觉得陛下 对本相如何 这 陛下带胡相 带胡相 本相替你说了吧 本朝开国 三十六功臣 荣誉龙恩 不过于 魏国公 解一医之 推十十指 推臣致父 无话不说 又以子女 灰阴为约 已是荣宠 可即便如此 魏国公进了中书省 陛下不还是在他的头上 安放了一个 韩国公吗 图大人觉得 陛下对本相的信任 能比得过魏国公吗 陛下就是要看一看 胡维庸 到底是什么心肝 于清君都卫府 令设薰位 回殿下 自随已来 知唐宋 御前均设亲位义三位 均以功臣子弟充之 已是 国家忧众大臣之意 陛下 贞观之时 房玄陵高世连 遇少府少监 斗得肃于路 问 北门进何营膳 得肃已闻 上怒 让房玄陵等约 君弹之南衙正事 北门小营膳 何欲君事 欲前 天子亲君也 非百官所能与闻 故唐至南北分衙 以北衙之羽林隆武 以南衙掌斧兵团结 国朝召见 诸世代兴 风火未熄 故荣氏晋归兵府 今 边事已尽 万事已聚 我们可访前朝旧制 恢复南衙北衙之制 以天子自掌亲君 可 可 陛下 臣还有奏本 可恩 陛下 红武三年 陛下遵古仙哲王之志 分封诸王 以为国家翻平 年前更令诸王赴凤阳炎武 以备就番 今万事俱备 诸事已定 臣恳请陛下下旨 令年长诸王 即刻 就番 g 旨 抠 这个胡温雍有意思 有意思 妹子 能把咱的心思猜得这么透的 留 På 先生之后 他还是投一个 没有 刘先生当年讲姿势通鉴的时候 我正好在边上 唐太宗发完那通脾气之后 那魏征是进了建言的 这几句你那个宰相半点没提 魏征这辈子没说几句太宗爱听的话 那你呢 又是这么一个说一不二的脾气 这个胡为庸 事事处处顺着你的心思来 在这点上啊 你这个宰相那跟魏征就没法比 随他去吧 沈中时间啊 真都看着呢 可人家送了这么大一个人情 没道理不接吧 你既然要接啊 那就索性做得大点 就老大带着老五老六 老七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一老十二 都去凤阳 去凤阳 再派人去北平 把宝儿召回来 让他去凤阳主持武士 也是让他给朕看看 朕的这几个宝贝儿子 到底能不能护卫这大明的万里江山 我去 媳妇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 看见三哥府上的人 在招侍族 三哥这次来凤阳 已经带了三百千位了 照着他的脾气 要选人的话 肯定在自己人里挑 为什么要在凤阳选她 曾寿刚送了信过来 陛下前几日刚发了诏令 要操国公从北平来凤阳 主持武士 武士 是谁 秦王殿下 晋王殿下还有 我眼前的这位殿下 你 晋王殿下已经开始挑选金兵建筑了 那殿下就 不是媳妇你说的吗 这儿是中都 又不是京师 现在 在阎武的时候伤了金蛊 又不是秦王 一个百户能做什么呢 好了好了 别担心了 本王自有主意 晋王殿下都已经开始折腾了 那秦王殿下 二哥 现在可能顾不上 经历来信了 说二嫂病了 好 见过点言 姑姑怎么样了 换了两个大夫了 还是不见好 点言请 您 慢点 怎么样了 先下去吧 是 好一些了吗 坐吧 不爱的 还别 明廷这边本就明将备出 如今朱皇帝又找了个比李善长还要能干的才相 海边 这情势怕是越来越难了 朱王就范 亲王一旦就范 朝中的这些公侯就全都失去了兵权 一群没牙的老虎 朱皇帝又怎么会放在心上 不 没事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心思 将将造就了个君臣相宜的局面出来 竟都成了王妃功夫吗 还要监视小公主 秦王一旦纠纷 公主殿下身为秦王正妃 必然要跟着他去西安 再也不能留在金陵主持他马军司了 姑姑 想让海边怎么做 去凤阳 凤阳 秦王的那点本事我自己心里有数 可是那燕镜二王 你要想办法去一趟凤阳 替我和你父亲看一下 那个燕王和晋王到底是个什么橙色 还有 海边 你到了凤阳以后 要时刻记得 我们博业台家族的女儿 没有寻常女子的福分 一个无事生非的猪虫吧 没事整什么凤阳掩湖啊 开得你的黄的皇族都跑到我那儿去 好好说 没事你就忘了 都干什么嘛 你说你 你这是干什么呢 去吧 哎呀 熊英 知道他十二叔要去凤阳 吵着闹着说也要跟了去 今天跟老十二跑到我那儿去了 闹了我一整天 怎么了 想去啊 去就让他们去 让他去 去吧 他年纪还小 没个人陪他怎么能行呢 这样好不好 让那个王宝宝的女儿 陪他一道儿去 嗯 老二的媳妇儿病了 那孩子跟我说要出宫去探望 我同意了 等他回来呀 他刚一进门 老十二跟熊英就来道念来了 哼 生气了 得 起疑心了 我倒是问你啊 你过去说过 若是王宝宝来归 你定要道理相迎 这话还作数吗 自然作数 当真 他可是北原的王爷 甭说是个郡王了 他就是想当大都督府的大都督 朕都重新设了这个直弦给他 那便是了 连个王宝宝你都容得下 还容不下两个弱女子啊 哼 你连个王手 谢谢 禅西 兔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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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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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十日前 晋王殿下兵搬了亡命 从各藤卫抽掉了数百精兵 老三还真上心 好 这么多水平 你一下子还钓了这么多军户 这都等着插阳中苗呢 我说 晋王殿下什么时候操练新军不行 非偏桥这时候 你都等着看吧 到时候捂了农田 咱们就等着挨军棍吧 你干什么 老猪 叫谁老猪老猪呢 你呀 少发点牢骚 这话要是让晋王的人听到 现在就给你抓起来 伤你一百军贵 各校参见燕王殿下 太子殿下有令 燕 燕王 殿下 殿下有令 卓 秦 晋 燕 三王 各领布齐一千 五日后 叫场延武 臣弟 领命 他都没有啊 冤枉 是假的 是 是 可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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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愣着干吗 走啊 赵五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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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上菜呢 走了 走 燕 燕王 燕王 爬子拿着 爬子拿着呀 燕 等我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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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王妃徐氏 见过各位父老 见过王妃 各位父老 快请起 谢王妃 太子殿下有令 五日后 令三位亲王叫场言舞 燕王殿下有几句话 让我说给大家听 殿下有令 凡事纳入我燕君者 每户赏钱半怪 什么半怪钱呢 太好了 这些钱 全是王妃 拿自己首饰去典当换的 算是贴符 各位父老家中 难盯几日 不能务农地亏空 我家王妃如何 好 父父 燕有犬女 张玉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是你的 来来来 辛苦了啊 这给你拿着 这是我媳妇儿 还有医生 辛苦了兄弟 不客气 就是弟兄们 在超演中受伤 全家 便可纳入我燕王府的府籍 由我燕王府接纳荣养 谢谢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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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熊英 海别姐姐 海别告退了 点音便留下吧 也好照顾熊英 是啊 姐姐你就留在这里吧 好 变香 演舞 开始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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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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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变变 走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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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必时积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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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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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见过殿下 燕王妃请您见面 替我谢过四弟妹 是 奴婢告退 表哥 接下来 你觉得 燕君 殿下请看 晋王奋作中军 可是燕王身先士卒 燕君在燕王的带领之下 却全是肃杀之气 所以 至于 禁军 还没有战 就已经 全盘结输了 燕武 开始 冲 小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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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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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没事吧 殿下 殿下 殴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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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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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阎军停屋借 呱 i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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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 居然是 呱 呱 irk 呱 irk 呱 irk 走 四叔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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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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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叔赢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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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军 我大明今日又多一猛将 来 朱军 来 来 来 与飞 为大明贺 为大明贺 为陛下贺 为陛下贺 四弟 来 大哥 来 为燕王贺 这个是 为燕王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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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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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哥 我怎么没看见王费啊 王费带几位殿下 去卫府失足了 怎么样 手好一些了吗 谢谢王费关心 好多了 来 来 谢谢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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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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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来 没事 王费 她是进军士族 谢谢王费 诸位 大家都听好了 这里没有什么秦军进军燕军 有的 这是我大明的将士 谢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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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臣观之 燕王虽然年幼 用兵却不寻长发 破有股名将之方 宝儿 接着说呀 更难得的是 殿下更懂得用兵之道 守在安抚人心 每战必亲茂事实 故得士族死利 军令班下 诸君无故留尊 好 好了 你们也都下去吧 是 是 行了 都走了 蹦的吧 我说破定啊 咱们 弄两个菜 喝两钟 是了 陛下 请殿下用膳 你做的什么东西 小人有罪 请殿下饶命 有罪 你个废物 废物 废物 殿下 废物 废物 没有 殿下这是要做什么呀 殿下心中有气呀 什么 殿下文武 见资又心高气傲 向来自诩才聚 为诸王之逛 这场演武 却被燕王抢进了风头 郡王走了 什么说了事啊 老师走的 大哥在气头上 已经让师兄去追了 遵太子令 帐五十 这些书都是你读的 这些书都是妙云的 不 内子 王妃的 话都说不利了 好 你媳妇有学问 真不愧是女诸生啊 参见太子殿下 燕王殿下 这档差事 办得不错 谢殿下 陪姑走走 是 跟着干吗 回殿下 要向乃东宫 姑为 职责所在 你认为 吴帝护不了姑吗 把剑拿来 看着架势 今年会有个好收场 那可不一定啊 这得看老天开不开眼 若是 不刮大风不下暴雨 没有蝗灾 百姓还能打出点粮食来 但也得缴纳天赋 若是碰到运气不好 往年闹蝗灾 还得把欠官府和大户 人家的粮食给还上 剩下来的 都不一定能扛得到明年的立夏 这还算好年纪 驾色之难 民间疾苦 就这八个子 坐在文华殿里 看上几天几夜的奏章 都不如走出来转一圈 看得真切 中都城 竟是青砖绿碗 你瞧瞧 这在出城吉里 百姓的屋顶上 便一片娃也见不着了 殿下还是走得不够远 若是你出了城直奔祖陵 一路上高宣广煞 那可真是一派好气象 殿下 你叫我什么 大哥 臭小子 这里就我们俩 还装什么装 中都城是韩国宫建造的 耗尽了朝廷几年的积蓄 不只是中都 当年定都应天的时候 父皇下诏了 从江南各地迁徙了两万户附户过去 这才有了今天的气象 可京师还有中都城 都只是个面子 眼前这些 才是我大明朝的李子 可若李子都烂了 面子上再光鲜亮亮 又有什么用呢 面子上的功夫 该做还是要做的 不然四方来朝 见京师破败如斯 难免会生出不臣之心哪 不过啊 你说的也是正理 民生乃邦国之本 对了 我听说前几日 燕王妃带姑去抚慰了军户 龙凤六年 陈有亮兵犯应天 母后曾静散府中金箔 只为犒劳将士 那子只是效法而已 谁要听你讲古啊 姑是说 弟妹这是做得对 做得好 可惜啊可惜 姑身边 竟没有一个人能想得到 大哥 这次这些军户 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 万一他们 在演武的时候伤了筋骨 这一家人 一年的收成就泡汤了 百姓过得苦啊 父皇常说国家草创 百姓财力俱困 如初飞之鸟 不可拔其羽 心直之木 不可摇其根 在安养生息而已 安养生息 安养生息 要紧的就是一个安子 何为安 安就是不扰民 凤阳 乃我诸家龙兴之地 朝廷一向多有招呼 可即使像这样的地方 先是闹出个熏贵不法 父皇严惩熏贵 豁免钱粮 竟然又有人敢侵吞五主良田 这还是中都 其他的地方 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 大哥 那些个贪官污吏 横行霸道 陈弟是青年所见 柯正猛于虎 柯正猛于虎 那便打虎 你不要急着就翻了 先跟姑巡视北平 然后再回京师去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 凤阳土菜 来 快吃点 好久没有这么淘汰了啊 尽味好手艺 看 这么冒冒实实的 老四 十二弟 就交给你了 以后啊 有没有出息 就看你如何调教了 是 我跟着四哥 四哥 咱们什么时候去北平啊 你四哥 四哥 先不去北平 父皇交代了 有件大事 等着你四哥去做呢 你去北平 打渊人之前 带着弟妹先回京师 给父皇 生个胖孙子 来 四弟 熊于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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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熊鹰 别采了百姓的铁 铁炫身心不错 将来可以大用 让它留在这边 再历练历练 是 放着我来吧 快去休息一下吧 嗯 好 来 大哥 哎 来 哎 四弟 等熊鹰长大了 那时候老百姓 应该能过上好日子了吧 不用等这么久 臣弟相信 等到殿下当政的时候 我大明 已经家济人族 私民小康 又在拍马 家济人族 家济人族 私民小康 说得真好 真想 早点看到这一天哪 来 把灯笼给我 来人 生医 来人 生医 是 两位殿下都已就藏 按照朝廷的制度 山西陕西的不正史安查史 还有太原西安等府周县的官员 每道初一和十五都要登府觐见 吏部要及早地安排一下 是 太子殿下 凭了晋王的俸禄 该指应的还是要指应 是 今年的开中之事 事关赛访 兵部 户部 公部 你们都要尽快地 拿出一个好的措置 是 领狐向命 大人 慢点 客官请 您请 太子殿下 刚刚去了开封 你告诉你的门声 还有你手下的御史 从现在开始 顶住燕王 燕王 凤阳三王之战 得胜的是燕王 陛下为什么 让晋王和秦王 去历番 而单单地把燕王 调回了京师 陛下 是想要燕王 可 可胡想 他毕竟是亲王 陛下和太子殿下 一直对他 钟爱有加呀 你不一样 你是御史忠诚 太子殿下为什么 在大庭广宫面前 打张旗鼓地惩罚晋王 他承担晋王 那是遵祖训行家法 你御史忠诚 你要弹劾他 两个字狂呗 这就是晋王 一辈子都放不过神了 你懂吗 下官明白 陛下那里你不用管了 等太子殿下回来以后 我会到他那里头 先给你要个局面出来 胡佳 难道您 还要争 好 这天下之世啊 莫过于道立二次 我就是想和太子殿下 争一下这个理 殿下有心事啊 那殿下这次 是不能说 还是不想说啊 我怕你担心 殿下随军北征时 母后 曾召见过臣妾 当时臣妾 便向母后秘名 臣妾与殿下 既已有婚姻之约 自此便是敌体 厉害相怜 修气与共 不管殿下要做什么 怎么做 臣妾都会与殿下 同进同退 父皇和大哥 给我找了个新差事 新差事 太子殿下 燕王殿下 来 好 您 这个是燕满面的 里面还掺了糠 当地的百姓吃的就是这个 回殿下 标下带着人走了四个村子 家家户户 吃的都是这个 姑 今日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给黄爪酸拿过去 看着他把它吃完 一口也不要剩 告诉他 这是河南百姓的善 是 大姐 妙锦 能瘦 舒服吗 舒服 捏捏你的手 他到底怎么照顾大姐的 二哥 你看大姐的手 都成什么样了 大姐 燕王殿下怎么没回来 太子殿下 找他去清军都卫府了 清军都卫府 你们俩 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大姐 京东现在都在喘 陛下要重设简教 还给他们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锦衣卫 弟弟读的书 都是大姐教的 大姐想一想 这历朝历代 替皇帝做这般勾当的 有几个落了好下场 太子殿下 将燕王支去了清军都卫府 便自毁了春河宫 还有那位海别公主 不要管她 是 放这儿 慢点儿 追个车 再抬一下过来 好 殿下 以茶子愧态百官 实乃武周那样得位不正的尾巢 才做得实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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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到了 看到了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真的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姑提醒你 这是 善事不宜 善终 有难 臣弟明白 父皇 儿臣参见 站着吧 就你们老子待在这儿 搞这些老绳子的给谁看 当年这是听了刘先生的劝 裁撤剪教 可万没想到 有朝一日还得重设的 可世道临头 连个信得过的人都找不到了 拔了来拔了去 也只有自己的儿子了 父皇 朕知道这不是个好差事 可谁让你是朕的儿子呢 父皇说得对 老子使坏儿子用不着心疼 你说的不对 都指朕身上掉下来的肉 朕哪能不心疼自己的儿子啊 老大 父皇 你在凤阳上的那些奏表 朕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志士之下 民有鸡色 赤士 出去赚了一圈别的没学会 奉承化倒是学了一车回来 就底下的那些窝丑官 我大明朝如今也配说志士 父皇 可你说的也不全错 你们是不知道啊 朕十几岁的时候 每一天的口粮 只有如今奉扬一个青壮农户 每一天三分之一的分量 这就是我大明朝 远胜他元朝的铁证 可这还不够 远远不够 所以啊 朕就是在心疼自己的儿子们 也得把他们 往这烂泥塘里扔啊 老孙 父皇 咱朱家人的天下 得靠咱朱家人自己看护好 从今天起 你和你手下的人 就是大明朝的眼睛跟耳朵 只要听到你们的名字 就得汉出如江 站立不已 懂吗 二臣明白 好啊 父皇 既然父皇心疼儿子 二臣斗胆 向父皇讨个恩典 是 说 老十二不能进锦衣卫 朕 准了 是 是 父皇 朕起不一 来众臣陆立 天运恩垂 召集一来 素叶匪处 唯恐偶有一缺之师 依附天下黎民 尽国本出力 正当君臣一心 刚为天下 乃何于此之计 赦密之行犯起 贪毒之风渐兴 长此以往 岂非重蹈前朝负责斋 朕 资之有时差之旧 但天下巨细 非一人所能尽察也 仅裁车 亲军都尉府 设谨卫亲军指挥使司 掌素质侍卫 寻察姬府 典诏玉 许举发不轨 纠合百官 亲斋 放开我 你们凭什么抓人 大人 大人 下官冤枉 整身已厌 带走 大人 按着 我冤枉 大人 许大人 见过大人 你是何人 为何拿我护补官员 回大人 在下锦衣卫百户谈渊 奉燕王命 拿户补河南清立司主事 薛靖归案 燕王命 好大的燕王命 不奉献命 不经法司 你敢随意集拿六部官员 百户大人 回大人 陛下名诏 锦衣卫举发不轨 纠合百官 无需经三法司 许便已行事 大人若没有别的事 下官要去复命吧 你 徐大人 冤枉我 徐大人 放给我 徐大人 冤枉我 大人 散了 徐大人 师父 军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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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犯官薛景昭了 快 快 户部猿外郎如勇 借开中之机 倒卖眼影 干犯果法 着急补拿 刑部主是李良忠 肃娼侠记 有失官体 即日收押待餐 刑部猿外郎耿明泰 收受贿赂 撕纵罪犯 着急补拿 刑刑 刑刑 刑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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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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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衣卫 如今这京师里 最跋扈的便是他们 可李叔最周全的 也是他们 插不见人群 这锦衣卫 就是诸皇帝的雨林孤儿 能选上的 大多是示威清军出身的烈士子弟 要不然就是 查得到三代户籍的梁家子 每选一人 都要由应天府燕鸣正身之后 再交兵部查验 最后还要燕王出面亲自临选 身差不尽 水泼不入 给哥哥的信 送出去几日了 二十七日了 算算日子也该到草原了 好 这是让上衣间感知出来的 西安不比这里 秋冬啊 天气冷 得穿厚些 媳妇借过母后 起来吧 依着我呀 我希望你们一个个的 都待在这宫里不出去 可是朝廷有朝廷的制度啊 路上别走得太急了 该打奸就打奸 这一天 累了 乏了 就歇上几天再走 老二都等了你这么多天 也不在乎再多等几天 他都写信催过好几次了 再不紧些 怕是又要急了 孩子啊 委屈你了 下去吧 要说 皇上的这几个长大了的儿子 老大呢 是太子不用说了 老三读书好 老四英武 最像陛下的 应该是老五 人从小就聪明 可这个老二啊 从小就是个年糊性子 可要真倔起来 几头牛都拉不回来 孩子啊 以你的人才秉性 嫁给她 委屈你了 母后言重了 我虽然挂着公主的名头 但其实不过是前朝最富 不说殿下对媳妇素来极好 能嫁入皇家 你是天大的夫妻 媳妇不委屈 母后 媳妇有件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媳妇的娘家 在这边的亲人 就只剩海边一个人了 我这次一去 再回京师 不知是何年何月 虽说在宫中有母后照拂 断不会短少了她 可她毕竟才那么小 身边没个亲人 总是见韩世 所以媳妇斗胆恳请母后 让乌兰图雅进宫 照顾海边 对 好 就让涂雅去上盐局吧 跟海别做个伴儿 彼此呢也有个照应 你这就要走了 不过去看看她吗 见了也只是伤心 还不如不见 来 母后 媳妇走了 起来吧 你再来 你这个客人 我给你了 不为了 我给你了 人家 你帮我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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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霍皇 阔阔此次来势甚末 各地军报 自辽东 北平 直到山西陕西一线 皆由鲁齐出没 儿臣参见陛下 参见太子殿下 你接着说 儿臣刚与大都督府会议过 你调 长兴侯耿炳门赴西安 尹川侯傅友德赴太远 分归秦境二王节制 赞乡军务 两个人对调 傅友德去西安 耿炳门去太远 父皇 儿臣以为二人对调 怕是有些不妥 老子 你跟你老预长去过赛外 跟耿炳门 傅友德也都打过交道 对你大哥的这个安排 你怎么看 回父皇 儿臣觉得 太子里一个是你老子 一个是你大哥 哪来着许多哥的 说人话 是 爹 儿子觉得 大哥的这个安排 还是相宜的 其实大哥说得很清楚 两个侯爷 各自有各自的长处 但也有各自的短板 尹川侯用兵灵动 这点魏阁公也夸赞过他的才能 但是他为人专断 不好相处 长兴侯用兵持重 做事谨慎小心 每次出征都抱着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钦台 他和尹川侯比起来 不会有什么大功 但也不会有什么大错 这也是之所以 父皇每次派他出征 都不让他做一军主帅的原因 老二的脑子没有老三灵光 你是怕他驾驭不了傅友德 于是就干脆派了个听话的过去 是这意思吧 是 父皇 可你们想过没有 就老三那脾气 他能融得下个说一不二的傅将吗 这于老二那边 原本就不是个大军统帅的材料 你再派个耿炳文这样的傅将过去 往合作上怎么答 派郭优德去西安 派郭优德去西安 再派个宣兆招使过去 高总老二就说你的话 让他明告驻将 就说他会效仿当年 李孝公 李静平江南故事 把陕西的军户全权交给尹川侯 这也是让他们看看 朕的儿子的胸襟 是 父皇 那 老三那边 老三那边的事你不用管 是 李静平江南 耿炳文虽是谨慎 但他不是没脑子 哪些话该听 哪些话听不得 他心里有数得很 行了 你的事说完了 你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还真是有掌筋了 都知道揣摩你老子的心思了 两年前运河预塞 王宝宝就立刻打了过来 最近朕刚要让秦王点兵了 武器又大凡进攻 你还没想到 探马军司 给朕查 就是把这个南京城翻个个儿 也得把藏在后面的人 给朕挖出来 遵致 不知道 回殿下 标下在北边军中时 从未听说过什么探 探马军司 参见殿下 参见殿下 千护圣庸 参见殿下 起来吧 是 是 你知道探马军司吗 回殿下 探马军司乃是由当年的尹川王李察汉 所设的探子密报 标下不敢欺瞒殿下 在齐王军中 探马军司的一干事物 都是由李察汉和阔阔父子 亲自掌管 其他人等 就是如亲后 难耳不花 也不得欲问 殿下 有一个人 或许知道一些消息 谁 海别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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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啊 花布 上好的花布 曾首 殿下 来 坐 怎么了 外面现在都在说 你就是大明朝的周星 来俊臣 是大明朝开国以来 第一号苦力 别人都这么说 你呢 你是这么想的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可你 你就算不为自己想 也得为我大姐想想吧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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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王妃 王妃她晕倒了 方太医 王妃怎么样了 恭喜殿下 王妃有喜了 恭喜姐夫 来 抬一球 爱这个字 就是一生一世 被回家的人讲成故事 打扮成不尽风霜的样子 咱们要当爹娘了 爱这个字 爱这个字 就是一朝一夕 殿下 王妃 说 尽快说 论你想做什么 想要什么 本王都答应你 等在西光围绕 神切积遇有了身 便不能再侍奉真心了 神切想 先委屈殿下 从王妃宣传的失明 开了脸 别说这些 什么也别想 一切 有本王的 心心念念 盼情色和弦 恩恩怨怨 作旧女神仙 把孤黄金来翻遍 一颗梦做了千年 才发现 我孤单 不遗憾 帝妹过门前 有人就说 帝妹是疑难之相 可不让她们说准了吗 娘娘 给燕王妃用吧 你需要好好补补 是 谢母后 公主来京师 也有两三年了吧 回王妃 有三年了 母后 算一算 福利公主 可也是标媚之年了 瞧我 真是的 我忘得干干净净 海别 如果你有相中的英年才俊 就跟本宫讲 本宫替你做主 海别 谢娘娘 谢谢王妃 王妃 王妃 使劲啊 王妃 使劲啊 王妃 使劲啊 用力 王妃 快出来了 王妃 王妃 用力啊 快快 王妃拿来 王妃 你要挺住 来 再来 王妃 咱们再来 来 用力啊 使劲啊 王妃 加把劲 王妃 用力 坚持住 王妃 再加把劲啊 使劲 快出来了 王妃 水 毛巾 快了 快了 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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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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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大姐 生下来了 Hu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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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 恭迎陛下 恭请陛下 圣恭万安 恭请陛下 恭请陛下 好了 都起来吧 父皇 来来来 大哥 父皇怎么亲自来了 这不合理解啊 刚才你也一直跟着规制呢 燕王妃 只要一个月才能过起来 小子 她呀 等不及了 来 看看 看看 真果 是吧 你说这美影啊 跟老四十一模一样 看什么呢 高知 高知 来 叫爷爷 叫爷爷 靠啊 爹 高知才多大呀 高知 朕给孙子起的名字 老大给他 好 爹啊 把你的子嗣姓名 一口气排到了二十代之后 就是希望你啊 开枝散燕 怎么了 谢谢爹 甭谢 天德人在北平 也见不到自己的外孙子 等孩子再长大点 你跟妙云 带着高知啊 去见见他外公 你顺便看看自己的封地 大哥 怎么了 爹这是要干吗 嗯 嗯 显摆呗 高兴了还 是 来人 来 又饿了吧 好喽喽喽喽喽喽 行了 你们也下去吧 是 是 天德从北平 又给朕递了个 密疏过来 北平府那边 又有探马军司的消息了 徐达是信不过北平府里的人 要朕从京城派人过去 查办此案 老四 儿臣在 从几金位里面 标五百精锐 给你学北平 这一回啊 一定要把北平府那边的探马军司 给朕连根拔起 钻直 殿下 张将军到了 张将军 哪个张将军 就是张玉将军 施北兄 百户张玉 参见殿下 施北兄 快快请起 谢殿下 来来来 坐 廖下不敢当 这有什么敢不敢的 来来来 喝点茶 来来来 坐 坐 坐 殿下 来 标下过来是有件事 想请殿下帮个忙 师妹声请教 标下想见见海别公主 啊 是这样的 张玉是齐王殿下一手扒着起来的人 普拉何一 张玉呢 未能扑好王妃 已是有福大王恩御 刚禀文他们 要杀小公主和标下时 又是殿下救下了我二人 张玉便又欠了殿下两条性命 张玉是降将 殿下不但不计较 反而要把守为王府亲位 这是天高地厚之恩 张玉 不是不知进退之人 只是张玉 还欠着齐王殿下一份恩义 即便要另投民主 也要得到大王首肯才行 如今大王不在眼前 那标下 只能去问问小公主了 行 过几日 请将军随本王进宫 问过海外公主 是去是留 那就由将军自己决定吧 张玉 谢过殿下 起来吧 参见殿下 什么事儿 回殿下 王妃听说张将军来了 特意备了些礼物 想请将军给夫人 还有小公子带回去 王妃 是 好 多谢王妃 若殿下允准 张玉想当面拜谢王妃 好吧 谢殿下 将军请 张玉带内人王室 犬子张府 谢王妃大恩 深恩大德 张玉莫尺不忘 将军现在住的那个院子 殿下 殿下 已着人买下来了 将军脱家带口 租人家的房子 总不是个办法 这院子 殿下 便送给将军了 谢王妃大恩 叫人备车 送张将军回去 是 末将告退 张将军 张将军 有件事本非一直想不明白 将军忠心所计 究竟是草原上的漠北汉庭 还是齐王殿下一人 张玉 殿下 明日随本王进宫 谢殿下 下去吧 末将告退 都下去吧 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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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找人 把张玉的妻儿 从北平接过来的吗 一定是你 他是个忠义之人 若非如此 殿下 也不会想招揽他 可这样的人 幼稚以利 却是万万不可的 小致以理 道理却又在他那边 臣妾想来想去 就只有 动之以情这一条路了 也是殿下 跟他有缘 臣妾虽跟允公送了信 可没想到 他的妻儿 竟当真求在了北平 多谢王妃 这臣妾是殿下的王妃 这些不过是分内之事 参见殿下 标下锦衣卫百护檀渊 参见殿下 参见燕王殿下 将军忠心所记 究竟是草原上的漠北汉庭 还是齐王殿下一人 张之渊 公主 答应她 公主 还有 护卫好她 是 是 公主 在下妻儿 是燕王妃从北平接过来的 燕王妃 绝非寻常女子 我已经领教过了 朱长 殿下 你拿着本王的王命 今日便去兵部 把顺敏松的属吉 从秦王府调到燕王府来 是 回殿下 下官还有一事 还望殿下能够答应 讲 只要齐王殿下仍在 下官便绝不与草原上的故人们 刀兵相相 张大哥 大哥 这 将军的忠义 本王答应了 谢殿下 到了北平 只是要听魏国公调度 不要擅作主张 姑虽不用兵 但三军之士莫亲于见的道理 姑还是懂的 你要明白 那些都是阔阔的心腹死士 又熟知北平帝氏 若是没有 魏国公和曹国公主持大局 单凭你和这五百锦衣卫成不了事 臣弟明白 姑还没说完 到了北平 只准你居中主持 不许以身涉嫌 张玉 参见太子殿下 燕王殿下 燕王殿下 看好你们家燕王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不许他以身涉嫌 若只出了半点差池 为你们试问 末将领命 好 要是 海别公主 来 你看 你看 九江 给你买的西瓜 又在给海别公主献殷勤 还有 还有 海别也要与我们同去 曹国公给父皇递了座表 调九江到北平军前听用 前几日 九江进宫碧祠的时候 直接向母后提得清 她说 想娶海别公主 这公主还没答应呢 曹国公却着急了 直接给母后写了信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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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啊 不哭 不哭啊 停 殿下 水 这到哪儿了 回殿下 前面就是通州了 通州 殿下 你看 他们都是打着大明的军旗 看肤色 是北平都司的军队 接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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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是允公 上 标下北平帅府护卫千户 许允公 参见燕王殿下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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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孩子们哪是你那样抱的 你把它这样 横着 横着 大姐 我进来了啊 大哥 不哭了 不哭了 看看舅舅 怎么了 不哭了 咱们饿了 不哭不哭啊 让舅舅看看 大姐 你先把孩子送到东边的奶妈那儿去 不哭了 你不是爹的亲位吗 你怎么来了 燕王殿下还有副帅正和大将军会议 说是仙大人的 应该不得余闻 这么点 够高知识的吗 够了 你这本名册上 足足有两千多人 这些人探马军司的身份 是坐实了 还只是嫌疑 回殿下 前两夜的二十七人 都已查实 余下等 皆是嫌疑 嫌疑 魏国公重返北平时 你便已经跟了过来 这么些年了 你只查出了个嫌疑 魏殿下 北平乃前援旧都 洪武元年润七月 魏国公收取大都市 便留用了数千前朝故隶 国朝出力 百事殆刑 正是用人之计 多年来 查看留用的 舵疾充军的 如今 城中的文武官座 前援出身的 便占了一成七 军事之中 收编的降军 便占了三成 飙下身为锦衣卫亲户 不敢不尽忠职守 可也不敢妄章妄落 滥伤无辜 下去吧 是 大将军 您觉得此事 当如何办 殿下这么想 此事 不可不办 但也不能闹大 既然 抄思不解不行 不如咱们就请军入瓮 好 北平行胜之地 援兵近百年经营 果然名不虚传 这什么时候 轮上你说话呀 下去 不碍事 九将 莫想在 如果阔阔帅大军大举来犯 你认为 我们该如何应对呀 魁大将军 若是阔阔大举来犯 居庸关 道马关 紫兴关 护关 当为匕首之地 若是阔阔势大 过关而入 我们应当机立断 北平周边之通州 冀州 密云 怀来 尊化 永平府等地 皆数弃职 为什么 各州府城远矮小 不宜聚首 我军守于微城 不宜于坐以待毙 不如将军马 尽数给予北平城内顾首 再派精兵二支 吩咐松亭关 卢沟桥顾首 松亭关 卢沟桥 接着说 松亭关 那是大宁军马 驰援北平必经之地 卢沟桥 是我朝秦军队 北上咽喉之所在 松亭关若是失守 我军东县 会被援兵结尾两劫 卢沟桥要是丢了 就算朝廷大军 北上支援 那也只能在永定河畔 望洋兴探 所以我觉得 北平周边各州府皆可其之 但是这一关一桥 必争执 燕王以为如何 回大将军 本王见识不多 唯有两条 守北平而不战于北平 平坚城用骑兵 北平城 强高城厚 若只是英城自守 那打的是呆战死战 城在高 强在厚 若是一味地躲在城里面 任人打 迟早有坚持不住的一天 大宁的军马也好 朝廷的援兵也罢 都是 援水救不了尽可 若想坚持到援兵来的那天 唯有一法 让部族 竞数守在城内 用骑兵 全数调出 让骑兵在城外游翼 伺肩而动 刺激而动 殿下莫不是忘了 阔阔所步 那大多都是骑兵 马嘴啃不开城门 若要攻城必然得下马 我北平城门多 他们必然得分兵 一分兵我们的机会便来了 当然 若用此策 必须得暗熟地形 大将军 本王听闻 您每月都要派骑兵深入地营 妖姬援兵 下回去的话 能否带上本王 燕王要带珍奇 深入大漠 是 消息是章粤传过来的 徐大允许了 没有 公主 奴婢总觉得此事透着蹊跷 她此次来北平 不像是省亲那么简单 公主 公主 要不要想个法子 给城内的探马军司提个写 让他们先别轻举妄动 北平城里的探马军司 归北面方管辖 领川王当年留下的规矩 南北二方互补同树 变是一变死绝了 另一方 也不可出手相助 可这若是个圈套 难道要咱们眼睁睁看着他们 自投罗网吗 是不是自投罗网 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来 最近有上批新货 赶紧吃 吃完 一会儿干活 行 好 客官 您慢走 客官 您慢走 吃鸡菜 来看一看 吃鸡菜 下次再来啊 直立 喂 low shout 老师 这颜色正 味儿也香 你坐 是 你先来 你先来 多说 跟闺女做的还是没法比啊 吃烧鹅 都是那时候穷落些的毛病 你这个岳父大人哪 只要一闻到烧鹅味儿 那连路都走不了 这事妙云没跟你说过吗 你这个岳父啊 还最爱吃啊 他亲手做的烧鹅 这烧鹅一端上来 你看他那口水啊 这个时候啊 你可千万别去打扰他 就是阔阔进来了 他也不会理会的 他会死得很惨的 好香啊 这鹅好不好吃啊 就要看最后一口酒 嗯 嗯 嗯 快吃 王妃 殿下有请 殿下 是 好了吗 好了 好香啊 我一闻就知道 是妙云做的 当然 不就是出城游击吗 我答应你 大将军请 不过你也得答应老夫一件事 大将军请教 这一次老夫也得去 成交 好 大哥 太子殿下 不是说不许殿下 不许殿下什么来着 以身犯险 对对对 那殿下还 你管得住殿下吗 关不住 那不就得了 不管怎么样 全力保护好殿下便是了 封闭城门 帅府有令 即刻起 全城禁言 是 老板 老板 嘞 来 来 你来 去到 去到 你去到 回去吧 也在 你去到 到 到 大将军 大将军 殿下 没事 弄你们的 怎么了 大将军 起泡了 我看看 大将军 使不得 使不得 没事 使不得 使不得 没什么使不得 大将军 我来吧 不用 殿下 别动啊 这得把它挑破了 要不挑破 明天就走不了道了 这也得调喽 这也得调喽 细腻无企损区 怕也不过如此了吧 是啊 竹哥 无企是谁啊 无企就是 无企就是那个谁 无企嘛 无企你都不知道 千万别把这同皮死了啊 禀大将军 前方五里外有云人有其出目 有多少病吗 大于三百人 好 备真 是 你别去了 大哥 交给我 我 求求不 Lilid 你别 captive 就是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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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量的 Sea société 走 看 马粪还没干呢 看来还是没瞒住他 大王是怎么知道这是徐达的圈套 魏国公是何等样人哪 哪里是一盘烧鹅 便能说得动的 事实上梅仁可比本王更了解徐达的 便是那位魏国公的夫人还活着 怕是也要排到本王的后面 只可惜呀 本王不信了 可他们全信了 探马军司 快点 撤 撤 再走 走 来 来 先喝 别 超红来了 到了 来 来 来 放这儿 来 这是今天的主菜 别 来 来 来 等等 大姐 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 真的是运工要吃烧鹅吗 初醒都会帮着别人 骗你姐姐了 大姐 我没有 我其实是 吃菜啊 别瞎说 吃菜 这盆烧鹅没你的事 没我的事 那 那 那爹也有份 还有 大哥 来 来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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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姐夫 姐夫她是主谋 来 王妃 笨王了 知错了 这脑子又是哪些厨啊 是不是哪些 好了 坐下吧 肚毛 好 这米饭配着烧鹅呀 这烧鹅才更有味道 这是凤羊米 凤羊米 嗯 参见殿下 参见大将军 及一位千户谈冤求见 参见大将军 嗯 殿下 丙殿下 慢吃啊 又少一人 吃 她叫王志 不正使司又参政 管着都良道 她在不正使司里面 专司开中示意 账策和文书都查封了吗 都已搬到帅府了 选珠能 是 是 燕王殿下 一群混账 你们都出去 没抓你 是 犯官在何处 回太子殿下 再遭遇 请殿下过目 人呢 殿下请 秦皇殿下 你还要在哪里 里面 你都要去做 是否忍不住 你都要去做 是否定在哪里 你都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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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库官的处置 你们对外头是怎么说的 回殿下 燕王殿下命属下寻了个死囚犯 换上了他的官府 与几个探马军寺的茬子一并炸了 悬手成头 那些抄检的文书政策呢 摄氏通敌都已抄收察言 北平那边 到底还有谁指导燕王的行踪 回殿下 只有曹国公与魏国公二人 就连王妃娘娘也被蒙在鼓里 这边是 睡了 刚睡着 来 我来擦一下这个窗 姐夫是初五走的 今儿是初十了 按规矩他是皇子 不管他在哪里留宿 当地的驿站 都是要把一票寄回将军府的 大姐 我找人打听了 从初五晚上起 爹就让金丽丝封了所有来往的文书 除了他和曹国公 谁都不许查看和调远 还有啊 金丽丝属利 全都驻扎在将军府中 一概不许回家 大姐 小妹 大哥 大姐 你叫我 她睡着了 妙锦 你先去厨房熬一点粥 好 燕王殿下 去哪了 回京师的呀 陛下要他回京复命 算算日子 应该过了几难了吧 怎么 他没告诉你啊 他没告诉你啊 怎么了 大姐 燕王殿下 去的不是京师 我也不知道 他这回 都抓了些什么人啊 抓了七十多个猿人 都是探子 当时便都斩了 人头现在还挂在城楼上呢 都杀了 一个都没留 一个都没留 来人 参见王妃 准备行礼 我们回京师 是 大姐 一会儿去那边转转 挑几件首身 好 老板 今天咱们不做生意了 别说了 回去再说吧 你们那土雅呢 是 他去忙点别的事情 北面房设这个安装 就是怕万一有什么不测 还能有地方 沉下这些历年的密档 密档机已交出来了 那这安装 也没有什么必要留着了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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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里的文字 沃罗斯文 北面房大陆花痴的祖上 是武良哈布出身 当年随肃部台大人 西征沃罗斯时 学会了当地的文字 原来失去了凤阳 涂雅 联络金陵当地的茶子 告诉他们 不管金陵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立马包上来 是 咱们的燕王妃 是个沉得住气的人 能让他这么心急火燎地 赶回金陵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我们的燕王殿下 又惹出什么麻烦了 赵兄 他就是我们的燕王远 是 他就是 我们的燕王远 我们的燕王远 凤阳 殿下 为何此次直查军队 中都与后面钱粮多年 如今能调得出粮食的 也只有军队了 那殿下 手里面除了一份猿人茶子的口供之外 还有别的口供吗 没有 怎么了 你信不过本王 你是觉得本王茶漏了呢 还是觉得本王又在无是生非 下官只是觉得 我记得 殿下所说未免也太过海然听闻了 借开中之变 侵吞朝领的军屯 再以屯粮冒出开中的粮米 走朝廷的草运运到北边 换了盐也再回来换成盐牟利 用朝廷的粮食 走朝廷的草运 换朝廷的盐饮 这真是一本万里的好买卖 买卖 好 我们姑且称他们这是在做买卖 那殿下你可知道 要做成这么一桩买卖 中间要牵扯多少的官员和衙门吗 从凤阳到北边 屯卫所 翻台 聂司 曹运 衙门 以及京师的兵部户部大都督府 还有 这么多的官员 庞比威劍 沆瀣一气 欺瞒朝廷 戕害百姓 臣不愿心 臣也不敢信 大人 禀大人 账目都核对完了 结果如何 回大人 库存与账策分毫不差 清吞官府苍林 以开中军粮名义 兵网颠塞换取盐饮 户部定制 盐饮一亿 折量二十斗 可换操盐两百斤 斗米二千 一斤盐却可折盐三千 再加上盐毒的损耗 也已是十几倍的力 还显不足 若老四猜的是对的 那中书上 大都督府 户部 兵部 甚至开中各审部正司 都脱不了干系 千部崖 两边各部崖门 就该一伙坟支 儿臣私下里 找人调月了户部兵部 大都督府 数年来一干文案账目 都是干干净净 滴水不漏 怎么说来 你是信不过老四 不是儿子不怨心 是不敢信 这么算下来 我大明朝从中书六捕到釜州县衙 究竟有几个官员是干净的 跟这比起来 儿子宁远相信 是老四中了猿人的反箭机 这个头崽子 就是不省心啊 不管走在哪儿 总得给朕认出点事来 父皇 还是要查吗 不是真要查 这朝廷的御史台 还有各省的安插十四 还没有朕的儿子让朕省心呢 总不能今后 不管什么风吹草动 朕只能让自己的儿子去查吧 办了 戴子 二臣在 你指 招留机回京 儿臣遵旨 开门 开门 快带我去驾呼叫 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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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侯 你冒冒失失地 跑到我府上来 便是没事都会让你惹出事来 胡家 我 胡家 勇家侯也是我怀惜故人 时常过府走动也是理所当然的 说吧 胡家 你还真沉得住气啊 燕王已经去了凤阳了 知道了 你知道 那你还 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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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老毛病又犯了 燕王的名讳也是你我能叫的吗 你想一想啊 如果燕王手里握着证据 他跑到凤阳去干什么 南宁城里的锦衣卫 早就到你我家了 那 那陛下干吗还要 找刘七回来 你看啊 这水 你不动它 它就是一汪清水 你动了它 什么都会犯上来 胡相是说 陛下想让咱们自乱阵脚啊 请勇家侯放心 京师和凤阳那边 胡相已经做好了布置 还燕王殿下要查 便让他放手去查吧 还让他查呀 总不能让殿下 白跑一趟吧 驾 用眼影做抵押 向夫人带梁 这个消息你是从哪儿得到了 何七小时候一块撒尿玩泥巴的朋友 他现在是何老爷家的店户 听他说啊 这两年 陈指挥 每年都拿眼影做抵押 跟何家老爷换粮 陈指挥 嗯 魏指挥 陈凯 他是管什么的 中毒树尾 还有 军臀 来人 殿下 殿下 他可是郑三品的魏指挥使啊 你 你带一百个锦衣卫 与荆叶骇使 去陈指挥家里 封门拿人 护枪离命 于 殿下 何家的人呢 带来了没有 都带来了 张大哥带着弟兄们 抄了姓陈的家 里面金子 玉石 房戏 还有弟兄们都叫不出来 什么珠子 玉石什么都有 我以指挥使 年份四百二十套 炎尹呢 有炎尹吗 有 有这么大个箱子 你们都叫你 放开我 你都叫我 你凭什么抓我 放开我 你凭什么抓我 放开我听到没有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陈凯带到 陈凯 说 哪儿来的 不知道 在你家搜出来的东西 你说不知道 铁大人 大半夜的你的人闯进来 把我家里的人全都给绑了 那你不是想搜出点什么 就搜出点什么吗 我倒是想问问 什么时候 一个小小的知府 竟然管到我指挥室的头上来了 这是哪家的规矩 这是本王的规矩 本王 你又是谁 放肆 他是当今燕王殿下 燕王 说吧 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只要你不瞒着本王 本王答应你 向父皇求情 留你的全尸 先 先王 先王 先王饶命 先王饶命啊 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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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王饶命 先王饶命啊 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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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陈凯已经招任 与曹韵衙门及户部 北平部政史司 一杆蜀官合谋 借开中之便 摊会谋利 臣请殿下行文行步 补拿此案一杆从犯 然后 便可结案了 结案 结案 为何结案 案子已经查清了 查清了 本王想查什么就查到什么 这未免太容易了吧 陈凯的案子可以结了 开中的案子 接着查 好 殿下 臣有几句话想说 但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 殿下此次来中都 臣总是觉得 与殿下上次前来时 大不相同了 恕臣直言 殿下行事 已有几分 宁望无纵的味道 殿下 臣曾和殿下说过 这锦衣卫之设 只能是非常之实 行非常之法 何也法思断案 罪注证据二次 除非证据确凿 不得拘拿刑讯 可锦衣卫行事 全无顾及啊 上至朝廷百流 下至百姓离数 不管有证据与否 皆可随意补拿拷问 锻炼成语 殿下 身怀利人 杀心自欺 哪怕只为殿下自欺 臣也请殿下 解案 解案 不能解案 回太子殿下 燕王殿下以为 此案可疑之处神多 可疑之处 有什么可疑之处啊 铁炫爷给姑上了奏表 案子明明已经查探清楚 非要无事生非 一定要搞到我大明朝官员 人人紫微 他才满意不成 你告诉燕王啊 燕王妃和高齿 很快就从北平回来了 不要再凤阳耽搁 赶紧结案 回来看妻儿吧 是 公主 都打听清楚了 燕王世子染了风寒 现在将军府上下 都在忙这件事 咱们一直半会儿 怕是走不了了 燕世子染了风寒 嗯 他还那么小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客随主编 既然主人不走了 我们也暂且先留下 嗯 刘大人 驿站到了 参见刘大人 好 都去忙吧 都去忙吧 这些事儿 和人听说了 哦 夫子 眼下这石头城 恐怕是天下最凶险的所在 你还是要去吗 我回到青田老家 原本想着是过几年清清静静的日子 等着一阳天年 可现在却等到了陛下的诏书 夫子 夫子 我与陛下之间 几十年的恩义啊 君有诏令 臣不敢辞 夫子 你这又是何苦 啊 导演 去找燕王吧 在诸位皇子之间除了太子 燕王的自治最佳 他 可是他毕竟年轻了 这案子 不能这么查 大言大事 我也不想知道 你们之间究竟在想什么 但是现在能帮他的人 只有大事你 他没有想到 你 他能想到 有点 真的 刘父子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都下去 父皇 父皇说过 胡威庸是难得的聪明人 这事太过于捉猎 不像他的所谓 聪明人 聪明人有时候要是扮起来 比谁都准 男人 谁让你们进来的 滚出去 是 太子 儿臣在 派人去北平 招一云公跟九江回来 到京军留守司当职 再派人去西安太原 告诉老二老三 你娘想他们了 让他们两家的媳妇 带着孩子回来 让你娘见见 是 刘吉一 死 死了 刘吉一 死了 请小语放心 此事与我等不关 此事与我等无关哪 怪不得徐达 李文中这些人把儿子都送回了南京 向陛下表心计 向陛下表心计 陛下这是想找一个游童 想和我们怀惜的功臣 收尊 算总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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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真避勇 你们两个怎么办的事 怎么还给运来个棺材 这么点事 你俩都总不明白 两个没用的东西 还不赶快给我下来 起来说 好 说吧 回父亲 女儿想请父亲上表 召燕王殿下回北平 参赞军务 燕王已经回京市了 黄珍 大将军 把续运弓拿下 打六式军棍 标下领命 爹 运弓他 我知道他没有给你全料 他要是把一切都吐了口 那就不是六式军棍的事了 爹 允公 还有燕王 爹奉赵节制 大明延边军马 比谁都清楚 这开中法之后 是多大的干系 陛下都要照九江和允公回京了 是今眼看就要不可收拾了 爹就是不为燕王着想 也要为女儿和高志想一想吧 女儿啊 女儿啊 就算我上奏表 让陛下派燕王到北平参赞军务 都这种局面吗 女儿 你觉得陛下他会答应吗 太子他会答应吗 女儿 女儿 你怎么变弧度了 你再想想 当初 你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 把一众公喉 送到散门府的礼物 送到燕王府 爹 既明且哲 保全其身 怎么才能明哲保身 我 宿叶匪泄 已是义人 陛下为什么会把延边二十几万军马 交给你爹义人 那是因为陛下知道 我徐达头上 只有他这一片天 宿叶匪泄 已是义人 爹是说 陛下 还有太子殿下 是想要燕王 做孤臣 这怎么会呢 燕王 是太子殿下最看重的弟弟 就是阴瑞 就是阴瑞 太子殿下 已重燕王 所以 燕王的眼里 心里 就只能有太子殿下一人 还有 你别忘了 太子殿下不仅是燕王的长兄 他还是我大明朝的储君 将来的天子 你来 你要干什么去 回京师 回京师 高尺还病着呢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没人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师 本王昔日言心无状 有得罪之处 还请大师海涵 师父 燕王殿下此次是为开中一案而来 开中一案 大师自有洞见 还望大师赐教 你 就是那个跟燕王摔跤的张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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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陈 你那块玉佩不是当了吗 这 本 本来是当了的 后来王妃殿下赎回来给了小陈 说 说算是燕王殿下赏给小陈的 这个丫头 这有个兔崽子 这块玉佩是她当年封王的时候 朕赏赐给她的 哼 她倒好 一转手就送了人情 是 小陈不敢 小陈不是 这 这 这是 这 这 一转小陈eden 跟她的残岛 是硬座 她 她现在要也有anos 只能使她 还没有 这么重要 你 calcium 很重要 这是什么 我说 也是 没有事 判定 Ruud 真看自己的儿子也不会看错 掌握 在 回去告诉燕王 他要做什么 便放手去做 万事有朕担待 是 还有 看顾好朕的儿子 你能够做什么 我能够做什么 你ble 你能够做什么 我自己也不想 你不能够做什么 这个铁医生 你不想让这儿子 他人也不会有 你不想让他 李大人 什么情况 言之之意 行之由难 背得下 还得读得懂 读得懂 还得做得懂 你说呢 殿下是觉得陈帝做得过了 力不得奏表姑看过了 凤阳府五州十三县 便是把中都留守官员全算上 七平以上者 不过区区两百人 你去了不到一个月 便抓了六十余 其中 罪证确凿的 也不过十余人 余下的 都是被人举伐攀咬牵连入狱的 无罪或刑 拿不出人证物证 仅凭三目之下的三五句供词 便够人以罪 我问你 这算什么 刮万超吗 陛下说过 锦衣卫纠和官员许便衣行事 你拿父皇来押我 你可真是出息了 殿下 在凤阳的时候殿下说过 磕正如虎便咬打虎 殿下也知道 百姓苦于磕正 久矣 国家自有法度 便是要折速刚机 也要循着规矩来 父皇有名诏 名里已倒名 定律已神丸 我大名律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 哪一条让你不经法刺 随意补拿官员的 久亡不可不过正 世纪不得不从全 若非三法司孤恩逆职 陛下何必设立这个锦衣卫 续致 一家哭总好过一路哭 百官哭总好过百姓哭 百姓哭 百姓哭 百官哭好过百姓哭 先生 爹爹和四叔是在吵架吗 雄鹰忘了先生怎么教你了 君子和而不同 即便是兄弟 该争的时候 也是要争一争哦 雄鹰受教 三月春一天浓绿夜亮 七月起初染黄雨佳阳 十月秋如飞花蜜情长 一月一世起伏起梦想 淡淡夜蓝 一人绝归眼又成行 随随竹烟此就灭 泪烟在相望 光阴四千 人间沧桑 春秋寄往平安乡 天地有心 飞云落雨去 又见江山有情 是莫容枯雨 碎莫的钟声响起 又几东风快逸 成废墟 人间有意 牛鼻墨痕迹 纵然世事无际 难尽如人意 太古的风吹起 坠衣似水流年 花落去